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这位也挺出格的鬼才 我现在很少听他的东西 因为政治意味太浓 政治意味太浓 还有有时候我觉得他也经常碰瓷 今次究竟是否碰瓷呢 大家自行判断 原来这位阿哥 王明哲 第一件事,他有15场巡回演唱会全部取消 第二件事,他就说 这个记者会也是叫停 叫停?发生什么事? 哦 当然了,就有很多猜测 因为之前就说他巡回演唱会 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国方面他暗示共产党的人搞他 原来他也是去年 4月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大飞机 世界巡回演唱会首场之后 其他的全部取消15场都是取消 近日他也吐露心声 受到生命威嚇 但他说得很好笑的 是吗? 说真的 那之后呢 哎呀 昨天他在台北的记者会 也是 临时叫停 什么事呢? 对了 哦,这样 我们看看他发了声明怎样说吧 这个叫无预警喊卡 台湾说的无预警喊卡 就是咳 我们叫咳 他这个大飞机 演唱会取消澄清记者会 就临时叫停 他 也是所属的公司 在亚洲通文创 紧急发表声明 就说原本定在下午1点 在门河案 留言举办 是 黄明志大飞机 演唱会 取消澄清记者会 他暂缓举办 由于近期承受巨大压力 和不可抗疫的因素阻撓 目前 还在协调和谈判当中 但是你台湾 应该不害怕的 是吗 牧人执政的 你害怕什么呢 而且 其他地方 好像是欧美那些 那些都可以影响到吗 他只是说记者 我不说取消了那些 我不说取消了那些 演唱会再说 但是你台湾开的记者会 你有不可抗疫因素 我不太理解了 原来他就说 大飞机 演唱会取消澄清记者会 将暂门举办 于日后再另行通知 和地点 目前尚不方便作回应 请各媒体见谅 对于这件事造成的困扰 致上最深的协议 同时 王明智 亦在社交媒体上 用限时动态 就是 反正 他也写着 明智加油 我们不会放弃 那些 很多人都这样 亦都附上一个 小红为来的带头贴 讽刺习近平 很明显 不可抗疫因素是什么 不知道 他都没有说 没有说 但是之前 他都好像有官司前身 对吗 记得 他在 今年 二月的时候 也有一宗官司就出来了 原来他19年原本要举行 一个叫4896 Final Call 倒数跨年演唱会 但是之后就遭到主办方 星艺娱乐StarPlanet 宣布取消 王明智 当场就是 录了视频 是 控告星艺娱乐 而星艺娱乐 亦都开记者会 指王明智扭曲事实 对吗 这个动作是很笨的 但是如果你 宣布取消 当时有些拗叫 或者合约上有问题 你应该会委托律师去处理 当时我看他应该是火遮眼 其实他是很不理智人 你发现了 他是很感情用事人 对 然后你又录了一个视频 你在视频里所说的东西 就会成为一个证据 是的 因为有些字眼 可能你 很火滚 说错了 说得比较大 对那间公司造成一些名誉上的损伤 是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你就领了 是的 当然 事隔四年 法院终于 判 声艺娱乐 娱乐 毁约败数 需要是赔偿黄明智的 毁约金 至于 声艺娱乐 起诉黄明智 诽谤就胜数了 他是毁约 但是诽谤 就是胜数的 黄明智 需要对声艺 公司 和公司总裁 拿督 傅佑传作出 赔偿并公开道歉 他在整条片之后 罵人家 记得吗 你那条片 那张字 是不好看的 但他觉得很爽 我觉得这样是不均指的 他表面上 好像喊呼喊呼喊 假扮道歉 其实是暗封你的 但是 这样一来 可能你自己觉得很爽 是的 然后你那些支持者也觉得很爽 但是 这样在马来西亚本地的 主办单位 做这些演唱 没有人肯和你合作 是的 哦 因为他这样自己爽 自并用敏南话来说 用敏南话来说 或者叫福建话来说 别爽 别人就不爽 不爽 当然现在我们也说过他这样做 他的市场收得很小 你看他现在出了很多片 以前他不需要那么忙去出片 他也说是经营 没办法 因为他还是出了一个库台 现在还有一个库台 是吧 那究竟是不是中共迫害你呢 其实 有的话你就拿一些证据出来 因为他说收到 电话那些东西 好像都是他自己说的 有的话 你就应该公开出来 是不是这样说 揭露中共的丑态 可不这样说 丑态当然引好了 现在你说刚才有什么生命威胁 然后有什么 受到他的封杀 你就拿出来 报警 最好报警 报警也没用 这也不会吧 在台湾地区 陆营当道的年代 你不用担心 其实他几天前就说了 说是 被取消演唱会 是的 没错 没错 自从2023年4月1号 在小巨蛋开了 演唱会之后 已经停办两年 由这件事 这件事情 由始始终 都没出来解释过 非常抱怯 等了很久 既然看到媒体已经报了 我就觉得 今天有必要 和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还有世界各地的城市 等着这场巡回演唱会的朋友 来澄清 当然说来说去 是什么 首先举个例子 今年4月有人从柬埔寨打电话 来给他家人 就说要谈东西 他老爸 亦都是 他老爸也很匆匆忙忙地 马上联络他 就说他收到消息 就立即请经理人打过去 这位柬埔寨的朋友 记得通电话 告诉我的经理人 他说 小雄维尼 小雄维尼 即是习近平 他们叫习生的小雄维尼 的好兄弟 说句老实话 习近平的好兄弟 是不是真的会说 我是习近平的朋友 真的动手做事 要不需要说明呢 你说是不是 你这个是 说到你是 把自己抬得很高 是的 他说这些 好像很气妄 好像说笑 是否真的 说真的 很难相信你 是的 我也不相信 而且 你真的投入得自己 你也是个歌手 我有过千万的点阅率 大陆大把 你是油管 很厉害的 也有了 是的 你看 随之圈 云之圈 有个MV都是过亿 过千万的也很多 是吗 他就说 他就说 跟习近平 就是小红为你 就是小红为你 就是习近平 平时一起喝酒 穿着同一条底 有几数 不知道是不是 一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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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 就是 就是 跟 嘟嘟 接着他就突然之间 就很严肃的语气告诉我 真正的目的 就是什么鬼呢 就是他 就说小红为你 指习近平 在 农历新年 吃完团圆饭之后 玩手机 用VPN翻牆 不小心看到 农的传人MV 其实你是不是 帮你MV 卖广告 还是帮自己卖广告 看到就很生气 说真的 对于 是中共 这么多代领导人 的攻击 你一首歌 算了些什么 几千万而已 你说几千万很多 中国多少人 你看看中国的网红 过千万一条 不知多少人有 我觉得整个 他像宣传和自己抬招 有没有发觉 而且 你的网级 实在是太差 你在记者会 突然取消 我觉得玩的比较多 会不会是怕被记者 问到一些破绽 没错 什么网级 今年是不是有网级 令到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不太高兴 或者不太喜欢 他接了一个 这个 墓地 往生 服务 的工作 叫做 将 为自己的 状励 举办一个 记者会 与这个一模一样 但他的记者会 是不让记者去发文 以及入职 说他的告别式 是这个 嘟嘟山庄 无缘服务的东西 有其他 总之是往生服务 其他都包含下去 其实是一个 打广告的宣传行动 但是你弄得 好像自己 突然间 不知什么 重病 进去 当然 记者是很好奇 很少在采访 谁知道 就是不让人进去采访 那些就非常兴趣 对你那些 很喜欢 搞一些桌头 挖众取宠 然后人家去到 你又好像 巨人千里 所以当地 在这里的风评 评语 非常差 对 觉得你为了挖众取宠 难听说 连往生的 当然 他说 卖广告不行 打 行不行 但你骗 看这些嘴 叠加密 对你的印象更加差 是的 当然他还有很多人支持 但是你想想 跟他最近的时刻也差很远 他和王力宏 他避免过亿人看过 其实那些 难听说 过亿人应该有很多 都是大陆人 因为他后来有首歌 在 《中国线梭策》 有人唱这首歌 是把他的首歌翻红 当然 你就觉得不在乎 我不知道在不在乎 有些东西玩过了 没关系 你应该是预计到 我不是说威胁他对 但有反弹 玩得这么大 对 你不是应该预计有些东西 要像市场肯定萎缩 很简单 你十五场赛之后 全部在台湾开 又好像 要重新派那期 好像有些阻滞 那倒是 但不敢的 你叫陆营人士帮你 认识那么多陆人 行不行 哈哈哈 你送免费票就可以了 免费票 还有有些人坐飞机来 行不行 别人肯不肯 真心说 对吧 有号召力 对 号召力这件事 号召力会否大到 可以有人特意坐飞机来 我也是打个问号 好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在这里 来